各位同學,我們繼續學習道家與中國文化專題 上次我們講到排丁解牛語言裡的一段文字 神之所好者道也,進乎寄矣 此神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存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存牛也 方今之時,神以神欲而不以目視 觀之子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彭丁解述自己學習宰牛的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怎樣的呢? 方今之時,神以神欲而不以目視 觀之子而神欲行,神欲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用精神來體會,觀之子又為什麼呢? 觀,感覺器官,觀之子,感覺器官的作用停止 這幾句的意思是,到了現在,我只是用精神來領回 而不用眼睛去觀看,感覺到器官的作用停止了 而只是精神在運行 這是表示彭丁除去人的思慮,感覺以及技巧 純粹是運用精神來做引導 它的精神又靠什麼來引導呢? 在這句裏面 這句有很多生字,我們首先解釋一下它的意思 依乎天理,天理是指牛身上的自然文理 批大隙,批即是激,大隙,隙是指跟骨之間的縫隙 度大款,度是引導,大款,款是指骨折之間的空隙 因其固然,因和固然又是為什麼呢? 因是順著,固然即是自然的結構,順著牛身上自然的結構 知經海慶之未嘗,知經是指經絡 海慶是指骨肉盆結的地方 即是未觸合牛體的經絡和骨肉盆結的地方 而放大菇符,大菇即是大盆骨 我們嘗試整理各句的解釋 就會變成,順著牛身上自然的文理 切開大的筋骨間的縫隙,引導刀落在大骨折的胸隙 順著牛的自然的結構,未曾接觸到牛體的經絡和骨肉盆結的地方 何況是大盆骨呢? 總括來說,刨丁在這個階段是用什麼方法來載牛的呢? 它順著牛的自然文理和結構來下刀 將刀落在筋骨之間的空隙之處 這個做法有什麼好處呢? 刀不會和牛的骨折碰撞,不用太多力,刀也不會折斷 它就可以輕輕鬆鬆地載牛,不費吹呼之力已經完成任務 那刨丁解牛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順應自然之道 牛的文理和結構是天生的,自然形成的 是人所不能改變的 如果用刀和牛身硬碰,就等於違背了自然之道 那會有什麼效果呢? 刀很容易會截斷,載牛也很用力 現在刀丁順著牛的文理和結構 就是順應了自然之道 既可以保住自己的刀,又可以悠遊自在地辦事 更表現出出神入化的錯藝 你解除了課文,讓我們做一兩題練習吧 看下答案 再做一件書不開更好 追避中和毛細親 再十二點 再跟他用刀的結構 再分析更好 再按摩皮梯 再次按摩皮梯 再按摩皮梯 再按摩皮梯 再按摩皮梯